我都沒有辦法跟射手交往 射手跟射手交往啊 可能前面才聊個兩三天 後面就會消失了 是不是 嘿 訂閱了嗎 我們今天帶來賓是娃娃 我是娃娃是娃娃是娃娃 我們今天請娃娃來就是要聊巨仙女 Yeah 我不怕他沒有巨蟹座 對巨蟹女是第一次出現 真的假的 因為巨蟹座好難找喔 巨蟹蠻多的啊 但我們請最紅的王王2 Yes 好會聊天喔 說話的藝術 好會聊天喔 好 那我要問他什麼 就是又要問說如果巨蟹座 如果想要追巨蟹女的話 應該用什麼方式會比較容易成功 我覺得巨蟹座蠻好追的耶 因為你只要就是一直追你好 對他好 你只要對他好 其實他即使他一開始不喜歡你 可是你每天就是送飯給他吃 每天接送他 接久了你哪一天不接 他就會覺得你幹嘛不接我 或者是你幹嘛怎樣了 反正他是需要一個就是愛去砸 愛去灌溉的 因為他很缺乏愛 他是很需要愛 所以你要給他很多安全感 那我問你你巨蝎女你通常是習慣被追 還是你主動出擊 我都喜歡主動耶 主動 對啊 那你怎麼主動 我怎麼主動啊 早安 因為巨蝎座的女生不太會有空窗期 真的喔 那你最長空窗期多久 三個月 那已經很短耶 對 因為我們沒辦法接受沒有人愛的期間 我們會很孤單寂寞覺得冷 然後就會趕快找新的對象 而且我們就很好追啊 欸這個對我好 好 那我們就在一起了 就這樣子 直到他某天不再對你 不OK你再追 要有新的就很快放掉舊的了 但是沒有在 在沒有新的之前他就會死撐著 要撐著 因為巨蝎的 巨蝎的耐力很強 他很能就是忍耐跟忍受 他不好算了 反正就是也習慣了 也沒有更好出現 他就會先跟這個不怎麼好 也不怎麼壞的在一起 但我發現巨蝎座有個很奇怪的習慣 對啊 就他只要戀愛中 他就是一定會瘋狂的放閃 有嗎 放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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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我們想要求個安全感 是真的 我身邊像他 我就是要讓所有人知道 我有男朋友 我男朋友有我這個女朋友 對 會做什麼機會 因為我身邊不只他 還有其他巨蝎座都是這樣 很多人對巨蝎的直覺 就是有個想法是 他們有很多個人的小劇場 對 這個也超多人說過 有啊 這肯定會有的啊 這沒辦法 這巨蝎座一定會有的東西 哪里都是我覺得 就你很愛胡思亂想嗎 肯定想 像我最近我男朋友 他就是明明只是要去樓下 可能丟個垃圾還是幹嘛的 然後你丟個垃圾你已經在家穿襪子了 你是不是會想把襪子脫掉 穿拖鞋下去 不是耶 他給我穿Nike的球鞋 然後我說你穿鞋子幹嘛 你穿鞋子是要下去找誰是嗎 然後我說沒有啊 就覺得說懶的圖襪子 穿布鞋比較好是喔 我說你剛好不是穿拖鞋 不行你要去換拖鞋 然後穿這個書鞋 那你堅持你知道嗎 好控制 然後我就覺得說你有病是不是啊 那你會控制另外一半嗎 會啊 那你有用那個定位軟體嗎 Zenly 我沒有 因為我怕我也被他定位 為什麼你媽害怕 不是因為他也蠻危險的 喔 不要我們可以定位別人 別人不可以定位 那你就聽平啊 聽平是要好 真的 是也還好啦 只準週關放火 沒有啦就覺得每個人 還是有稍微消音思嘛 那你 但男友不用有 他不用啊他幹嘛 那你交往最久是多久 三年而已啊 三年還不會到沒新鮮感 三年已經沒新鮮感 你現在說你的新鮮感大概是 多長 差不多到什麼時候 我覺得是看對方有沒有一直製造浪漫耶 你是需要一直給你浪漫的 對 貼心浪漫 浪漫 然後快樂的世界這樣 最浪漫的故事是什麼 我們也想要知道 最浪漫的故事喔 對 男友給你最浪漫的 你是要那種氣球那種嗎 一百顆 織圍巾 其實只要講一句話 我就會很開心很感動了 什麼 比方說 好像我生日的時候 我就只是手牽手經過 然後看到說 那個還蠻好看的 然後他就說 你說那條嗎 然後他就 嗯他就知道我那條 生日的時候 他就出現在我面前 那條項鍊好貴喔 一兩萬塊 那你不是說一句話 他要說哪一句話 買給你 不是 不是說 這麼貴的東西 我自己都捨不得 買了你幹嘛買這麼貴的東西給我 然後他就跟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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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要負責你買不下手的東西啊 喔 厲害耶這個 他喜歡大男人 喔 總裁式的戀愛 對 鬧錯了 他很多 這大男人是很棒啊 對啊 這算被征服的感覺 我喜歡被征服 對 跟你一樣啊 對 那如果跟你吵架呢 如果跟巨蟹做的吵架 怎麼樣可以快速和好 遠離嗎 他應該先 不可以遠離 他們不能接受任何種 講到 那如果 如果你突然發話 他突然強吻你 好爽喔 我就知道了 再打你兩下屁股 他就會強吻我說 欸你幹嘛啦 然後那時候不要動 然後就這樣 然後就可能開始 你就很吃霸氣那一套 對 侵略性 侵略性 對 他就這樣那累的拉 對 那你會記仇嗎 據學說是個記仇的人嗎 會啊 我會一直記住 那有一天會報復嗎 報復喔 大家應該看情況是什麼 報復 比如說他現在 一直跟我得理不饒人 然後一直在那裡 刁磚我的時候 下次的話 發生什麼樣的事情的時候 我也會開始刁磚他 我說你上次不就是這樣 對我的嗎 怎樣 你上次不就是這樣子的嗎 知道自己很煩了嗎 對 稍微還是會 算小包 欸你男朋友什麼星座 超級無敵火爆男 牡羊座 牡羊座真的很火爆欸 對啊 欸那你交往了裡面 你跟什麼星座最合 你覺得 最合喔 最合 我 希望我男朋友不要看這集 獅子座吧 也是火象啊 因為獅子座很大男人 對 非常 可是牡羊也很大男人 對啊 我現在不是講說跟獅子最合 是我的每一段就是 比如說有曖昧有成功交往的 或者是曖昧比較多的人群 就是獅子座 都是獅子座 獅子座應該蠻容易吸引到你的 嗯 其實你最適合的是射手 也不合 射手是火象的啊 對 合你下次試試看 下次下次 下次試試看 遇到的 我都沒有辦法跟射手交往 射手座沒有辦法交往啊 為什麼 欸可能就是啊我認識你 你是射手 可能前面才聊個兩三天 後面就會消失了 是不是 等一下就沒了 是不是 你就會很疑惑說奇怪 他前幾天不是還跟我 對 怎麼就 怎麼就不見了 他們不配有手機 他們不值得有手機 他們不配 真的欸 他們就不配有手機 那怎麼會這樣啊 是不是這樣 你看我 真的是所有的射手 都是這樣 所有的射手 我有射手曖昧 想曖昧 但是就是 就像我剛剛講這樣 可能前幾天還聊到 然後突然直接看就不見了 對 然後也 不留下虛字片語這樣 對 然後也 也找不到人這樣子 就很奇怪 就死去 很忙 好怪喔 對啊 射手座無法溝通欸 就是這個族群 我也不知道是 什麼人會跟射手座在一起 我也不懂啊 我也很困惑 我們直接問射手座 就在你旁邊 你可以直接問 不懂欸 我有時候會這樣沒錯啦 可是又正式 你知道我那天 我那天看 一個紀錄片影集 然後在講就是 日本有一個職業 就是在專門收 孤獨死的房子 就是孤獨死就不是自殺 就是那個人 就是一個人死在那個房子 就是非我 非自殺式 對 然後但是因為它可能屍體 然後榻榻米拆起來 就會有一些 因為它 屈 屈 對 屈啊什麼的 然後他們就會問那個家屬說 那家屬可能都已經沒有聯絡了 他們說你要 你們要自己親自來收 還是我們要派那個公司 然後他們就通通說那個公司 然後那個公司 然後那個公司的人進去收 就會哇 就會看到那年的遺物什麼的 就是這輩子很孤單啊 我覺得好射手喔 你們射手座 他們有沒有做一個調查 誰的星座 我很想問 很想把你去問是不是今天都射手座 因為你看他們就這樣消失 然後到最後都沒有人跟他們聯絡啊 可是有啊 射手應該也是有專情的 我覺得他們是挑人欸 對啊對啊對啊 對啊 他們很挑人 今天跟你聊一聊 聊好玩 欸又遇到一個更好聊的 又去跟那個更好聊的 繼續聊了 是這樣嗎 他的確比較出神經 就他如果有第一個選擇 他就會忘記二三名了 但其他的星座可能是還會hold一下 我只是要告誡你 如果你再繼續這樣下去的話 我個人是沒有 對啊 孤獨死的公司 我真的很想打下去 請問一下你們大宗 是不是射手座 大宗這樣子 這個也是調查 對啊 老師中很煩欸 然後找不到人會很焦躁欸 欸那回訊息要幾小時回 你會秒回那種嗎 我沒事就秒回啊 等一下如果是你 欸不然欸 不然你沒事 你還要故意 啊 只要還沒在一起的時候 要放久一點再回 因為我那個時候 就是想要跟我現在這個母羊 坐著在一起 可是他真的是也是很 很機車欸 就是會消失 母羊也是會消失 幾小時就消失 就是 他 你早上賴他 然後他到晚上才回你 就一整天 那他總 他有交代他去拿嗎 都不講 母羊也超會掉 你會問嗎 你為什麼你怎麼這麼晚回 你也不會問 可是沒有在一起的時候 你剛好有這麼多 你不會去問 但是就會一整天都在等他的訊息 你會這樣喔 很會到這樣子 會啊 就時不時手機就拿起來 看一下公司 然後就 等等等等 都是他嗎 不是 其他人都要關靜音好不好 這時候 就很煩欸 對 就很浪漫啊 那後來你怎麼成功 跟這個消失半天 來交往的 我覺得要約出來 跟他們交心一點的 他才會比較有把你放在心上 才會再回你的訊息 從一整天調成半天 然後再從半天調成三個小時 到兩個小時之類的 他是你的心裡有到他這個分量 他就會回你越快 那因為我有看過他的那個 童話的紀錄裡面 他的那種不回訊息 真的是破千則的那種 他可以理解啊 怎麼那麼多人要找他啊 對啊 他就是棒子不想回 就老司機群組啦 好 今天這集呢 非常謝謝王王來跟我們分享 巨仙女孩的困擾 跟一些感情上的東西 所以呢 看下一集有沒有遇到誰呢 敬請期待 下次見 掰掰 請期待